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冰姨的频道 那这一期呢就是我去年整整一年的包包分享和总结 那我会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 个人喜压程度以及我的使用频率 来跟大家一一介绍和分享 第一个呢就会来分享 我今年收入了一只Chanel的Vintage 没有女人会拒绝Chanel吧 这包子那时候买赚到了一只包包 因为你们这Chanel最近长得下长得太疯狂了 我感觉非常庆幸自己在年初 他们两个人长价之前把这个包包入手 当时包包才4000美金 第二呢就包包保存状况非常好 就除了这个角落有点皱褶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使用痕迹和划痕呢 第三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的是Chanel那种 独立女性的精神 我觉得那种小一点的size包包 虽然很精致小小好看 更加喜欢的是他们旧版logo配上这种大的包型 它很有特点的是它不是我零个 是这种鞋纹设计的 就现在新出的包包里面鞋纹设计包包已经非常少了 还有很好的点就是它容量非常大嘛 像我有些短途出行啊 这个包包觉得是我首选 可以装下我随身上飞机的所有东西 以及包括偶尔我要出去哪玩的话 这包包就我两天一夜的一些小的化妆包 是我们的装下 而这个包包的链条也是它既可以单件这样背 也可以双开上的流浪般的那种背法 当时买完不觉得 买完以后看到涨价新兴 那感觉自己真的是赚到了 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这个包包我之前是专门出过一支Vintage的视频的 大家如果想了解包包的详细情况呢 可以去跳转看这些视频 期翻 然后再来聊我今年的新头爱BV BV这两年虽然我之前视头那么猛了 对它还是好感值非常高的 这支黑镜链条包呢 其实不是我今年入手 但我放在这原因 真的是因为它真的太太太实用 太白大太好用了 就这包我买回来之前 我对它预想其实说实话没有这么高 我买回来完全是它这个美包 这个大镜链条配这种黑色皮质 我当时看到就妈爷这也太霸气 太好看了吧 大镜链条真的是最好的装饰 就每次我背这个包感觉 我真的不需要带额额的任何这种大的首饰配饰 这个镜链条就是最好的装饰 你任何的厚重的衣服 厚重的款型 它完全可以压得住 你在你穿休闲的时候 你搭它也不会觉得违和 它就是一个非常酷的 街头style 但你穿一些贵气的衣服的时候 它就大镜链条 自动变成一种非常华美的装饰 我觉得这个包包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绝 还有很好的点就是 拉开开的方式 真的是你在使用过程中非常的方便 翻盖的或者拉拉链的 你多需要两只手才能打开这只包 但这个包包真的就 你只要把一只手机一拆 它就打开了 到处去翻找东西的时候 哇这个是太省事了 而且它容量真的蛮大的 就算是我今年 就是背的频率最高的只包包不夸 然后就日常逛街喜欢背它 又要造型又好看 然后短途出去外也很喜欢背它 像我去下一位衣 这个包包就是我背上飞机背下飞机的包包 它不是那种定型的包包吗 所以说它对物品 形状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你可以把一些奇奇怪怪的圆形 然后都能放进去 真的是太实用了 超级无敌喜欢的款式 我真的是出了非常多套跟它穿搭 从夏天的裙子 到休闲装 然后到球 毛衣 厚重的衣服 到大衣 一套大一套 没有任何衣服压不住的 包括跟我身上这个黑色裙 今天搭配配上这种黑色长逊 太好看了 超级喜欢这个 说完一个黑金链条包 再说一个我今年新入手的BV包包 这是我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入手的HBV的这种白色编织包 这个包也是 它们家为数不多 我第一眼就一见钟情 一眼相中 我一定要入手的包包 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这种logo 不明显 低调质感的包包 然后那种编织质感就很出众 以前老款的那种编织 难免的造型会连老气 包括它以前薄粉色 感觉更适合送给我妈妈那种 有一点点阅历的女生来使用 像我来说 就可能hold不住 白色的这种拿包 就给我这种年轻女生设计的 它既有质感 但它把它设计得非常俏皮 非常年轻 非常活泼 它造型非常简洁 有设计感 就它这个简洁的造型 让它搭配无限可能性 它既可以搭配一些很鲜女的裙子 可以搭配一些正式的产和衣服 然后日常穿搭 它也非常适合 同时它可以去完美解决一些 你浅色系同色系穿搭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包算是很好 补足了我在搭配上的一个空白吧 它在容量上 日常来说是完全够用的 你可以放下一个 像日常我的那种墨镜啊 手机啊 钱包 出行东西拿上没有问题 而且它自装上来说蛮轻的 就拿手上 又凹造型又好看 然后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副种感 这包包也是我的 啊 近期的使用超级无敌爱 然后再来说三只Celine的包包 我先说一个 我今年就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这一个 黑金小方包 我真的发现 我对每个品牌的黑金包 都非常喜欢吃 像刚刚已经分享过好几个了 然后这个 哇 今年我真的是新宠 它的size就非常好看 因为我之前就很喜欢 他们家那个凯旋门包包 但是那个是方形的 然后像这种窄条形 那种腋下包 哇 又是开心门的那种logo 又是黑金的一条方形包 一切就长在我的审美上 我就立马下单入手 我买之前其实还挺担心的 因为网上都说它是一个比较娇嫩的皮 容易留下痕迹 但买到现在为止 我使用起来 其实没有很精心达理 讲道理也没有太多的痕迹 Celine不得不说 它这个logo 这个开心门真的太好看了 这样一个logo 配上一个精致的皮 就一切造型就刚刚好完美 就是这个包包我不夸 好像到手以后 但凡是黑金造型包 基本上都是它 然后它的容量相对来说偏小一点 它里面就属于日常的那种出行的包包 可以装下你基本的一些出行的东西 什么手机啊 钱包 口红是可以的 比如说带狗出门 然后装一些大东西 它是完全不行的 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更加精致 更加elegant的包包 然后这包包的适配度也是非常高 像我自己拿它的话 就搭配这种优雅一点的 稍微女人为点的造型 当然它就搭配一些牛仔裤 街头风造型非常适合 而且它最适合去营造的 你们就绝对想不到 是那种小香风的造型 就我之前有入手一件 小香风的外套 搭配上这个包包 真的比搭配香料本身的包包 还更加的耐看好看 更加的优雅 这个包包真的就是我今年买到 最满意 超级无敌喜欢 都没有我之意的一个 最爱的一只包了 超喜欢 好看 然后今年SERLE 真的是容身我最爱的品牌 我发现 这个包包也是 看到第一眼 我就想入手的包包 这是我今年唯一入手的一个小包吧 我叫它太子一堂包 因为我就远看 它真的很像一个可爱的 甜甜的那种太子一堂 然后到时候以后 说实话 它的做工很惊喜的 它的做工是种非常精巧 车工走线嘛 就可以很好的 简洁的把这个SERLEEN的 这个许卡学们 logo勾勒出来 我这个包就是个 非常适合出门逛街 造型的包包 因为相对来说 容量真的比较小 它是装不下 我的手机那个iPhone Max 然后但是它可以装上 它无成的粉饼啊 口红啊 卡包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 如果你就轻便出门逛个街 或吃个饭 凹个造型 这个包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我带去了夏威夷 玩的时候用嘛 哇 它真的超级适合拿出去 搭各种仙女群去 凹造型真的是100分 然后它是那种 非常硬挺的材质嘛 你不担心它会压变形 造型比较硬挺 所以你放东西进去的时候呢 你需要稍微用点力 把这个口子给扳开 就使用起来 可能没有前面两个使用体验那么好 最后一个Celine的包包呢 其实是我去年入手的这个AVA这个夜下包 哇 这个包真的是火了非常多年了 他们家今年还出了一个mini size mini size对我来说 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包包的优势 这包包对我来说最好用的点 就是呢 它容量非常的大 像我日常出门放下大的笔记本 我日常需要用的所有东西啊 都会有问题 因为它不是那种真皮的材质嘛 它是比较耐磨的材质 用起来不用 但是它会被划伤 就使用起来非常的大胆 且安心 然后我用了这么久 它的造型还是非常好看 今天没有变形 而且因为它包的自重非常轻易 随便逛街买菜出门遛狗 随便就呆一间就出门了 选色我觉得非常的绝 经典的卵棕色 对我们家装人来说就非常友好 跟我们的皮肤非常搭 基本上所有的日常穿搭搭搭出门 都不会出错 就算你简单的套一个 T-shirt user cool 出门搭 它也非常的好看 像我养狗以后 这个包包是唯一不用戴成 被狗抓坏的包包 最不娇贵 最实用 最节利器 最日常的包包 超级喜欢 然后再分享一个 我个人非常爱的小众品牌 包包叫Maluton 包中文表出键牌包包 因为他们家所有包包 他们都会在键牌一个小logo 这个包包我去年 想了他们家另外两款包包 然后今年他们家 也是忍不住这两只小包包 我觉得小众品牌包包好处就是 因为它价格上都比较便宜嘛 所以你买起来没什么太多心理负担 然后一些长色非常多 更加俏皮 更加经典的款式 然后这个黑色的 这个方形包 我觉得真的就是 它已经完全超出小众包包的设计了 真的上手非常的耐看 经典好看 我就完全不属于 我之前推荐那几款 大牌那几个黑金配色包包 然后它甚至上在 就更加雪月风 造型更加简洁 耐看 我特别喜欢 就是它把手整理的细节 完全这样子提起来 放下来这种伸缩感 我觉得非常有质感 你这个包包的设计也非常的克制 它正面就有一个精巧的 就很开口设计 作为装饰 然后背后也只是一个键盘logo 就整个包包设置都非常的克制 非常的经典 非常elegant 它算是我手上 最最最最最方形的一包包 就是版型是非常硬挺的 非常适合作为你的通勤 尤其搭配一些你的 西装啊 偏智库感 偏正式的一份 它们给彼此成就相得一张 然后这包包容量 也是非常适合通勤 日常使用的 小的文件啊 手机啊 你的口红钱包 随身带的东西放进去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两种背法 手拿在手上拎着 或者肩背 我觉得就两个背法都非常的好看 手拿的话 有造型感有质感 但肩背的话 在日常使用中更加的方便 更加适合通勤穿搭 这个包算是我手中 黑金包里面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包包了 就是它的造型 它的做工 它的质感 跟它价格相比 真的超级无敌 像超级无敌子 现在我之前买了个链接里面 发现它已经下架了 看看我信息栏里面 如果找到的话 我会把链接放在里面 如果没找到的话 大家可以上进去搜一搜 超好看 然后买了第二个他们家包呢 就相对来说是 为数不多 我去年买到一个亮色的包包了吧 明黄色的一个水桶包 他们家这水桶包 算他们家比较当家的 一个招牌的包包了 在我夏天碎花群的一期视频里面呢 很多条裙子 也是用这个包包作为搭配的 大家感兴趣了 可以去看一看 夏天的颜色 跟春日非常搭 非常搭配 它的链条相比之前几个链条 就是更加纤细一点 非常适合搭配那种 露出你纤细的肩膀 露出你天生身材的裙子 就少鲜鱼出门 然后这包包更加的好处 就是它容量真的蛮大的 可以装下很多很多东西 偶尔去朋友家 住一个晚上的话 你可以把你就是一天的 那种化妆包放进去都没有问题 这种也非常的轻 所以说你就算是这种细的链条 它也不会压肩膀 最主要是它真的非常适合 在夏天碎 太好看了 谁能去 这种明艳艳黄色的包包呢 就看到的时候 心情就非常的好 在秋冬天的时候 你想搭配 算对不那么沉默的造型的时候呢 这包包也可以给你们提供更多灵感 提供更多的思路 喜欢 最后我来分享一个国产品牌的包包 叫Packle 发现了一个宝藏品牌吧 我当时第一眼就是被这个包包给击中了 我觉得这个包包的颜色太特别了 图片上看是一种灰白色 到手以后它是一种灰白偏米色的颜色 颜色选的真的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优雅 非常有质感 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自己说 我是喜欢这种长条型扁包的人嘛 大的这种叶小包 真的是非常抽中我的审美 然后到手以后呢 真的也是无限惊喜 作为一个国产小春包包 然后价格就1000人民币出头 做工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皮质选得很好 而且我特别选他们这个开扣设计 它看起来像是这种夹开的是不是 不是 它其实是这样的 你得把它开的 我觉得会有一点迷惑性 也防小偷什么之类的 这个包包的内袋设计 也算是我使用那么多包包 没设计最精巧的 就两边都给做了那种小的分层 隔层吧 就可以很好把那些小的什么票取 卡片啊 很好的分门别类放好 然后容量也是非常的大 像我选的这种长款的话 所以日常的像我平时放四拍杆 完全够用 然后它包包很贴心的是 它是配了两种链条的 一个就是我叫包包配的这种皮质链条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包包配的 金属链条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造型需求 进行更换 然后我拿它搭配了很多套造型 搭配秋冬的比较贵价大衣 它也完全压度不长 完全不需要 同时还助手了一个黑色 这样上面来说更短款点的包包 黑色我助手的原因 这个泪胆是这种克兰英蓝 黑蓝配色我觉得非常的绝 就让这个黑金跟别人的黑金 完全不一样脱颖而出 日常使用呢 这个短款算更加的方便 使用一点 如果你想买点不一样 独特的包包 更推荐灰白色的 长款的这种发工包 超级有女人为 上身奥造型 超级好看 这个品牌包包 我是专门出过一期视频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下关联系去看 最后最后 来跟大家分享 刚刚到手的一个小惊喜吧 这就手上最便宜一个包包了 就非常的应景 看到了吗 它的花园是这种老虎头的 就是我在小CK今年 春节的新品下单的一个 就是这种虎年的包包吧 而且它size其实蛮小的 老虎太可爱了嘛 这个老虎 挺好看的 是我今年的年尾将近的 一个意外之喜吧 那以上就本期使用的全部内容呢 那今年你们又买了几只包包呢 或者有哪些你们觉得非常好看的包包 想推荐给我呢 记得弹幕评论或者留言告诉我哟 为我本期视频 投币点赞 收藏 转发呀 你们的支持是 我把视频抓取的最大动力 所有物品信息 有多放在下方的信息呢 或者置评评论呢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